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儿媳抱怨自己公婆的 但却很少听到当女的抱怨自己父母的 毕竟父母有养育之恩 父母再不好 他们也是生养自己的人 如果像别人经常抱怨自己的父母 别人也会认为自己不是孝顺的子女 毕竟父母再有错 当子女的也不该在外面跟别人说 但有的时候 事情也没有这么绝对 有些老人确实比较做 时间久了会让子女厌烦 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变得很不和谐 李大姐今年53岁 前不久 她将80多岁的老父亲接到家里养老 原本想着让父亲在家安享晚年 谁知父亲却处处找事 不是这里不满意 就是那里不舒心的 好好的家被闹得乌烟瘴气 这让大姐十分伤心 来自李大姐的字述母亲是前年去世的 母亲一去世就留下了父亲一个人 父亲80多岁了 虽然身体很好 但她不会做饭 不会用洗衣机 更不会打扫卫生收拾家 要知道 父亲是多年的老干部 母亲和他过了一辈子 都是扮演着伺候他的角色 可以说父亲这辈子除了工作 在家里整个就是一个老太爷 一辈子都过着饭来张口 依来伸手的生活 我妈伺候了他一辈子 要说没有怨言那是假的 因为曾经有很多次 特别是父亲退休后 我妈好像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祥林嫂一样 只要我们几个做女儿的一回去 母亲就会抱怨父亲的各种不适 什么灶上的水开了 父亲眼看着也不知道上前提下来 还扯着嗓子喊母亲来提 什么饭做好了 母亲把饭菜都端上桌 父亲就坐在那 一动不动地等母亲把一切摆起 然后才吃饭 如果一双筷子拿不到桌上 父亲都要坐在哪等 还一边大声责问母亲咋不拿筷子 然后就在那坐等母亲去拿 自己照旧一动不动 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每次去 母亲都要讲述一番 起初也只是听听 然后笑笑 然后再劝母亲别和父亲计较 毕竟当干部半辈子了 可能指挥人指挥官了 别和他计较 但尽管这样劝 母亲还是听不进去 有时还会在我们面前哭诉 当时的我们总认为 母亲有点小题大做 不就是伺候父亲吗 有什么呢 都过大半辈子 就不能包容他一下吗 可能在我们心里 从小就对父亲敬畏惯了 父亲那样我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所以即使自己的母亲 在控诉父亲不好 我们在心里也从不觉得父亲有错 现在想想 那时的母亲是多么的伤心和无助啊 如果这种母亲伺候父亲的模式 一直延续下去 父亲则是多么享福的一个人 生活上有母亲照顾 还有我们姐妹几个对她的孝顺 可是天下的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总不能按照自己期望的那样去发展 就在几年前 母亲生了一场病 然后就不能自理了 更别说伺候父亲了 母亲病了五六年 也糊涂了五六年 在这几年里 我们一直是顾保姆伺候母亲的 当然也连同父亲一起伺候了 而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病了 而有丝毫的收敛 而是把母亲以前对她的伺候 转移到了保姆身上 这让保姆经常对我们抱怨 保姆说了 我是来伺候老太太的 怎么还要伺候她 我们只好说 父亲已经被母亲伺候很多年了 习惯了 你就多担待点吧 保姆也就忍着不再说啥了 母亲最终还是走了 这时我们觉得 把父亲一个人放在老家很不放心 父亲也没法生活 当时我们就问父亲 是轮流养老还是顾保姆呢 父亲说 你妈刚走 我心里难受 要是马上找保姆 村里人不说吗 他的话我们懂了 他是想让我们几个轮流给他养老 既然父亲提出来了 我们就只有照做了 那么从谁开始轮起呢 我们是一共姐弟四人 大姐 二姐 我还有小弟 大姐是新疆的 六十多了 有高血压 还有其他的慢性病 平时经常跑医院 再加上路途遥远 把父亲接走 养老也不太现实 父亲也不会同意 所以 大姐这边我们直接否决了 不再考虑 大姐也说 不让他轮流 他就拿钱让我们替他 然后是二姐 二姐是教师 按说早已退休 但因为儿子去年结婚买房欠了外债 所以一退休 就又被一家私立学校返聘 继续在私立学校发挥余热 他说了 他可以轮 但要等到寒暑假 这就剩下我和小弟 小弟两口子开了一个小饭店 小弟炒菜 弟媳负责收银 平时饭店时忙得不可开交 弟媳说了 上我家可以 但家里离饭店几里地 我也没空回去给爸送饭 要不让爸去我饭店住 考虑到我父亲喜欢安静 小弟也暂不考虑 就只剩下我了 我不再编制 这么多年因一直是打零工 只是因为娶了儿媳 儿媳又生了孩子 所以暂时在家带孙子 孙子一岁多了 平时一家人都上班 平时都是我做饭 所以父亲来了 也就多一个人吃饭而已 他身体好 生活上不用额外照顾 洗衣服有洗衣机 我们买的三室的房子 儿子儿洗衣间 我和老伴一间 剩下一间小客房 正好让父亲住 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再停一个月就放暑假了 我先照顾父亲一个月 然后二姐一放暑假 就让二姐接走 我把想法一说 二姐也同意了 然后我们就给父亲 说了我们的计划 父亲说 你们商量就好 我不参与 先上谁家我没意见 于是第二天 我就坐着儿子的车来接父亲 父亲衣服很多 但因为正是夏天 我也就只给他装一些清凉的衣服 又带了几双鞋 有拖鞋和凉鞋 父亲又把他的洗漱用品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 对于我来接他去我们家 父亲的态度 说不上高兴 也说不上不高兴 但不高兴又能怎样呢 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想住到我家 他最想住的其实是二姐和小弟家 因为在他眼里 二姐最有出息 他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大学生 父亲最看重这个 想去小弟家 是因为小弟是儿子 父亲一向重男轻女 小弟就是他的眼珠子 从小 父亲就对他很浇惯说一不二 而最让父亲脸上无光的就是我了 我初中毕业 没考上高中就踏入了社会 这辈子就没个正经职业 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哪 父亲都懒得问我的近况 而他对我的态度我也习以为常了 那种轻视与看不起的眼力眼神 就是父亲对我的态度 我在心里暗笑 看不起咋的 不还是照样先轮我家 我弟我二姐好 不还是推三阻四不想管你吗 父亲来我家后 我给客房早已打扫干净 父亲看了还算满意 我把父亲的衣物准备放在衣柜里 这时父亲不让 说搁柜里干啥 到时穿的时候不好找还耽误事 我说 不耽误事 穿衣服打开柜门就能看到我给你挂起来的衣服 父亲这才不吭声 第二天早上大概有五点钟 父亲就起来了 起来后就在客厅静坐 然后倒上一杯水 打开电视就看 因为客厅有点暗 他就把灯打开了 父亲耳朵有点背 所以开电视就有点大声 我也是听到电视里有播放新闻的声音 才醒的 我起了床 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走上去 把声音调小了一些 但刚调小 父亲就问 咋听不见了 我说儿子儿媳还没起床呢 声音小点吧 父亲说 这都天明了 还不起床 你也太浇灌他们了 我不吱声 只好把电视又稍微调大了些 然后走进厨房去做早饭 平时我是不起这么早做饭的 但父亲吃饭向来按时按点 早上七点是要准时吃早饭的 这还是他年轻时上班时候的吃饭点 几十年了 雷打不动 早上七点准时开饭 早一会儿也不吃 晚了 他也不愿意 所以给他做饭 我必须得看着时间 父亲这一来 白白耽误我少睡了两个小时 想到白天还要看孙子 我就特别崩溃 中午儿子儿媳 还有老公都不回家吃饭 就我和老父亲 所以 他想吃什么 几点吃我都依着他 中午我问父亲想吃什么 老父亲说 除了面条啥都行 他不喜欢吃面条 我说那就蒸大米吧 我就先把大米蒸上 准备蒸好就炒菜 炒菜的时候 小孙子就在客厅玩 当时老父亲在看电视 我还给父亲交代一声 小孙子先让他在客厅玩吧 我在厨房炒菜 你看着点 也不知道他听到没有 我就进了厨房 正当我把鸡蛋打好 准备炒西红柿鸡蛋的时候 突然听到小孙子的哭声 然后就听到父亲大喊 你孙子摔倒了 我赶忙跑出厨房 这时我看到父亲仍然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孙子正趴在地上哭 不用说 这时走路摔倒了 我赶紧抱起孙子 幸好脸没磕破 这时的父亲还在专注着他的电视新闻 这下我心里不平衡了 想到自己一边看孙子还要给他做饭 他不能动也就算了 可他明明身体很好 为什么就不能帮我看会儿孙子呢 那怕倒了 去帮我扶起来也行啊 我终于知道了母亲那些年所受的委屈 但 他是父亲 八十多了 黎智告诉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 到了傍晚 父亲要五点准时喝点酒 他喝不多也就二两左右 但你得给他准备好下酒菜 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 于是四点半我就要给他准备好一个菜 虽然简单 但也得给他准备好 我给他炒了一盘花生米 当他的下酒菜 然后他就旁若无人地吃喝起来 然后他一面喝酒 我一面做饭 饭做好了 他酒也喝完了 吃饭正好 这本没有什么 反正我在家 早做饭和晚做饭也没什么区别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竟因为他 让我和儿媳发生了矛盾 那天 我老家邻居儿子结婚 人家打电话想让我去取新媳妇 都是相礼相亲的 人家想让我去也是看得起我 我当然是一口答应 因为我一走 孙子就没人看 我就只好让儿媳请一天假看孙子 因为我不在家 我也不好意思交代 父亲的饭点和五点喝酒的习惯 我心想 我不在家 而媳妇在家 老父亲应该能凑合一天 可是没想到 那天我一回家 父亲就大发脾气 说中午 儿媳竟然给他点的外卖 饭里还有辣椒 我那么大岁数了 能吃那么辣的吗 真是开玩笑 啥都不懂 我还没说话 他又接着说 你看现在都五点多了 这喝酒的菜也没准备好 你这个儿媳妇啊 真是懒 看着老父亲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真想说他 你就不能迁就一下吗 人家是我儿媳妇 我都不敢说他懒 你一个当老爷的 和他计较啥 那是你能说的人吗 但话到嘴边 我还是没有说出来 父亲的威严 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从小到大 我都对他言听计从 现在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但我仍然不敢说出一句 指责他的话 谁知当时他说的时候 儿媳和孙子在卧室睡觉 父亲的话 完全一字不落地被儿媳听到了 他推开门 脸色非常难看 他看了看老父亲 最终也没说出 什么难听到的话来 我提着的一颗心 才放了下来 到了晚上都吃过饭了 儿子到了我卧室 小声问我说 我老爷啥时候走 我说 怎么了 儿子为难地说 媳妇想回娘家住 他说等我老爷走了他再来 儿子的这番话 让我不知怎么说好 很显然 儿媳是对老父亲有意见了 但又不好对我说 就让儿子来告诉我 我说还得半个月吧 到时你二姨放暑假了 就来接你老爷 儿子也没再说啥 转头走了 第二天 儿媳照常去上班 但晚了 上没有回家 我问儿子 儿子说 他回娘家住了 这下好了 儿媳一走 小孙子晚上还要和我睡 看一天孙子 还要早上五点就起床 给老父亲做早饭 想想都崩溃 但又能怎样呢 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二姐放暑假 他把老父亲接走了 老父亲在二姐家又住了两个月 那一段日子 二姐也是满腹委屈 牢骚不断 后来 该小弟接父亲了 谁知老父亲高高兴兴地去 不到一星期就住不下去了 嫌弃弟媳睡懒觉 他不能按时吃早饭 晚上他想睡个早觉 还得弟弟忙完 才能把他送老家睡 小弟想让他睡饭店 他说太吵闹睡不着 小弟还得抽空把他送老家 第二天小弟还得去接他 真是把小弟赶扯扯得头都大了 这还不算 另外 饭店的饭他也吃不惯 咸有水太大 吃着腻 菜又太咸 一天到晚就吃那些 连碗小米粥都喝不上 说得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不愿再住小弟家 小弟两口子也忍不了了 最后小弟找我和二姐诉苦 商量该咋办 最后我们一致主张 对钱找保姆吧 专门伺候他 咱爸这样子 咱真伺候不住 从那以后 我们就开始顾保姆伺候老父亲 虽然保姆也经常提父亲的意见 但经过我们的劝解也都平安度过 直到今天 老父亲还是由保姆照顾着 我们姐弟几个也时常回家看看他 买些他喜欢吃的和穿的 养儿防老 是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父母与儿女永远都是养与被养的关系 谁都会老 只是在老了的时候都想被子女善待 但要想让子女孝敬 当父母的如果对子女多些体谅 晚年是不是会更幸福呢 最后祝天下所有老人都能老有所养 都能得到儿女的善待和尊敬